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披鲁哲那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方长 我们今天新的课程讲高僧行仪 僧有的人就误认为是出家人 其实它是一个团体的意思 后来因为身份的分辨 所以干脆出家人就用僧 你看演戏 年戏剧 电影的平僧 到底谁比较贫啊 善家善家 穷了没有就剩下那件架杀 台湾是一个世界奇迹 出家人呢 女众比男众多很多 早期哪是兰仲 小孩子生太多了 养不起了 干脆送去出家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圣野法师 法谷山圣野法师 他就是家里小孩子太多了 没饭吃啊 好 送到寺庙去吃饭 这样子 后来是因为有的有善根 后来教育普及 性别平等 你中了就自由的选择多了 所以到了我们那个时代 已经比较没有人逼婚了 你要干什么 比较自由 当然父母亲也有关系 父母亲比较开通 我们家兄弟姐妹也多 九个而已啦 该娶的娶 该嫁的嫁就剩下我 所以我这个是小时候的愿望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成全了 所以有人说福报真好 葛董你才知道 本来就是要福报好 所以你可以做你选择的事情 你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的年龄不一定要等到退休 你有点点时间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是你喜欢的 你愿意的 比如说等小孩子长大 等我退休 等等等 那是时间可以商量 你可以等 但是每天24小时 你播五分钟 你就可以送心经 几遍 三遍 五遍 那也是功课 你不要在那骂大骂小 有时候不是五分钟 是十五分钟 五十分钟 那都是情绪 我们人很可悲的就是 在处理事情都用情绪 你讲我一句 我回你三句 你打我一下 我捅你几刀 你看那五遍小说 都是为什么 谁报仇 谁报仇 都是仇恨的心理 都是负面的情绪 佛法的可贵 它就是让你看清你自己在干什么 你的起心动念 然后用佛法的智慧 用佛陀的智慧 用菩萨的智慧 当然也包括慈悲 去处理你的人事物 什么叫慈 就给众生快乐 什么是悲 拔除众生的痛苦 所以它是两层意识 那你要对人家慈悲 你要先对自己慈悲 对不对 你要先吃饱了 你才能够 搬你给别人吃 搭过飞机也就知道 那个 什么吸氧气的那个叫什么 氧气罩 你要先自己带 你才能够 把你旁边带 这是最基本 菩萨为什么讲 自立利他 你自己站得住脚 你自己可以撑得住 你就可以利他 那僧众 他是宗教家 早期刚刚提到的是 因为人口多 还有一些很负面的评语 感情 或是讨债 或是什么什么的 那天还有一个很可恶的交往 你们是想不开吗 不知道谁想不开 想不开才去走路什么坟墓 这个当然就是彼此的话 没有什么对错 只有什么 因果 只有因果 而已 什么对错 那个角度不同 那有一位同学就说 哎呀人家18层第一不够了 现在有19层 20层 19层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20层就是装老师的 所以他两个身份都有 所以他都有机会多重选择 我说听听就好 那个是因为做得不好才去了 或是做得比较违 违背人性性命 或是不道德才会去的 而通常这就是开玩笑 或是一种 我要哭一下而已 你去了了不起 搞不好是说这句话能去啊 我们的因果不是决定在 在抹一个人的嘴巴 所以听听就好 当然情绪也不用起伏 凭什么要他说我要去就要去 那你就跟他在那边伴嘴 也没有意义 你清楚你要去哪里就好 但是通常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啊 没关系 至少我们没有去做去那里的条件 就去不了那里 对不对 你不去不了音歌你就跳过去啊 不是音歌不好 这样就说那个点 所以要去地狱 有五个条件 杀父、杀母、杀阿罗汉 破和和生、出佛生血 杀父、杀母很难做下去嘛 杀阿罗汉就是他修到已经正阿罗汉了 我们去哪里碰 那个破和和生就有的会 就是出家团体啊 去跟他破坏霸占 或是阻碍那个都是 还有出佛生血 就是把佛伤害让他流血 那现在你碰不到佛陀啊 那有人就是迁堵啦 或是生气啦 破坏佛像啦 那那个就归类为这方面 那我们一般的人情绪平稳 思想也正确 也没有不良事 所以通常做这个机会也不多啦 我们也不愿意做也不屑做 讲白脸也不敢做 那就好了嘛 很多事情说不敢不会 那有什么错 对不对? 不对的事情就不会不敢 那怎样? 就不会去监狱一样 监狱的存在跟我们就没有意义嘛 没有什么大意义 除非你特地要去关怀 像我们特地要去关怀 还经过申请审核才能进去 所以我去监狱关怀早期啦 然后就 他们也都一个钟头啦 他们也没办法久 太久他们根本都坐不住 通常就是身心比较躁动的 他才会做一些违反社会道德的事 才跑到里面 所以他们那种教化课程啊 辅导也都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我就要告退了嘛 大家多保重啊 因为我有期徒刑一个小时 他们有期徒刑可能三年五年 点点点不晓得 所以失去自由 是他们最大的 那个纠结 所以人也是啊 当你失去自由的时候 很多莫名的无法自主去做 你喜欢做那是多么的无奈 那你现在可能你的身份 可能要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我刚讲 拨五分钟 拨十分钟 乃至礼拜六 早上拨两个小时 都没有困难的 要与不要 所以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那出家人在印度的叫沙门 不是沙窗 沙门 是那个印度化的发言 沙门 那 其实所有的出家人就叫沙门 不单单是佛教 所以 我们有说什么提字 沙门 是礼群 那个就是知道他是出家人 或是所谓生 但是目前我们在华文的世界 生就是指南种 比丘尼就是泥 比丘尼的泥 因为民国初年的时候 对出家人有一些很不雅的文章出来 所以就被归为什么三姑六婆 就是那个都是很不礼貌的 很不口德的事情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出家是非常的殊胜 我不是在招然 也不是说标榜 但是如果你自己生活上 有某种程度的自由 你真的觉得非常殊胜 这个就是我们的感想 那高僧嫌疑就是记载了 二十几位的 从早期的智者大师 这些到民国以来的 我们看梦露的最后一位小英法师 就是女众 前面我看都是男众的多 就是那个时代的对待 男女 施痕很多 所以最后押走的就是小英法师 他创办了法范大学就是民国的 他会绘画书法都会 叫领蓝派的 我前两个礼拜再去给那个 中正纪念堂看他们领蓝派的这个 书法展 他是第二代的传人 所以不但是佛学素养很好 他是走天台路线的 那什么叫天台呢 是佛教有八个宗派 禅宗 净土宗 华言 天台 借律 点点点 有八个宗派 如果各位 这个课程之后 有再继续上 虽然是分几届几届 但是我们的课程都会 有一段时间就会更改 而且呢 每一届的课程内容很少雷同 几乎都是不一样 所以可以第一届上到 下一届是第六届 我是第三届开始教这个境界班的 那第一届我教华言中的 就是华言的思想 华言是佛菩萨的境界 那这个就是因为早期的人 比较重男轻女 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那现在台湾出家人 比重女重就占四分之三 男重就 哇 宝贝了 占四分之一 这个高僧行语就是 把这些在历史上 不管是弘法 不管是佛学素养 借力的羞耻 都非常的殊胜 值得人家赞扬 所以我们说人死流民 虎死流疲 但是这些高僧 就是在修行上 还有教化上 都有很好的评语 所以就被他列入高僧传 我们在大藏经 里面有高僧传 传记的传 这位作者 他就把这些 做得也那个 比较白话 易懂的 还有各位看这个封面 提了高僧行语 旁边就是小银法寺写的字 这个就是画龙典经 那我们来看第五页了 第五页了就是这个续言 这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没看过大布金小布金 这边引了一小段 他说心地观金 验蛇品 这样说 出家菩萨圣在家 算夫应夫莫能比 就是你怎么算 你怎么比喻 那都无法比的 在家逼迫如牢欲 欲求解脱甚为难 出家贤况若虚空 自在无为离戏佐 这个就是做一个分别 让大家做一个认知 那因为彼此的认知不一样 就会选择不同的路 刚刚也讲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到底是什么 就如人饮水人卵自知 那这个是 这个开场白武 第三行 他讲了官时可知 出家修行之苏妙 实惠至深分老浊世中的白衣 所能相比 白衣就是在家人叫白衣 因为早期 这个穿衣服也是有分别的 在家人只能穿白色的 棉布的衣叫做白衣 那当官可以穿绸缎 狮子的 所以一般的老百姓就穿布衣 出家人就穿深黑的 墨黑色的 后来 因为早期佛陀的时代 出家人 他们就穿那个袈裟 然后这个布都是在家人不要的 可能那个裹尸体的布 各位看过裹尸 如果去印度就看得到 那恒河沙 早上每天早上就有人在烧尸体 他们不是用棺木 他就用一块白布给你裹起来 然后呢就淋一点油 然后下面就架木块 这样烧 有钱人的木头就比较多 就烧得了 然后没钱的烧不了 半身熟 就你们吃什么牌 有三分五分七分 通通丢到恒河里面去 阿弥陀佛 真的 所以那个旁边有老鼠 有猫 有什么蟑螂 蜈蚣很多 但是 我们都是走 我去过两次 都只能在恒河上这样远远看 他不让你靠近 但是各位 不是敏感 靠近那个地方 整个家伦顺 整个毛细孔都忍起来了 真的 不是我们敏感 就那个磁场就整个阴下去 讲近一点 姜子翠 那个叫正觉是吧 好 摩杀不是几个人 过三天 那个摩杀案 第三天我要去 龙山市文化广场讲课 就要做到姜子翠在 一进去 整个那个磁场就隐忍下来 那个灯就觉得感到暗了 真的耶 那种感觉 当然捷印站就没两三个人 整个磁场就非常的阴忍 离开了之后就 就比较能够呼吸 所以那个磁场就被那些 就笼罩的 所以我刚刚讲 这恒恒 到了那个区块 整个就冷起来 印度是很热 但早晚 早晚还是要有点保暖 没错 可是那个人就 就好像毛细孔这样渗透进去 所以 以前的出家人 就是捡他们那个烧尸体 没烧完的那个布 然后去染色 尸体裹尸布 还有在家人 没有往生的 就是不要丢掉了垃圾桶剪的 这些布 并并并并兽起来的 所以一条一条 一块一块的变成袈裟 是这样来的 现在都是整条布去做的 不用这样并臭 太并臭又太矫情了 现在都是穿整块的 这个不叫袈裟 这个叫藏衫 民国初年就有人穿这个 这个是明朝的服装 流传到民国 其实这不是出家人特有的衣服 是因为很少人穿 然后都是出家人的在穿 所以就变成出家人的服装 所以明朝这也是大众服装 刚刚讲的出家人穿黑色 在家人穿白色 这个颜色是因为我们有国际交流 世界各国的出家人交流 南传佛教都穿这个颜色 我们穿黑的 黑的变成世界的潮流 比较属于商事在穿的 所以你有时候参加国际会议 穿着颜色大家功能就好像有点 有点沉闷的感觉 所以就慢慢改良 就穿这样子 所以早期 早期台湾出家人 也都穿黑色的 后来就穿灰色的比较多 太深了 晚上出来会吓到人 穿灰色的 后来因为有互动就穿这个 当然有的山头 他就是菜鸟就穿灰色的 比较老资格穿的 但有的也有老资格 他不喜欢这个颜色 也没有对错了 所以有人说 你们这个是有什么化分 有什么阶级 都没有 就看团体 团体 这个团体这个道场是什么颜色 就穿什么颜色 那密教他们穿红色的 穿鲜黄色的 那都有 因为他们也有不同的派别 那个是另外 我们现在说 我们台湾这个是北传佛教 台湾大陆 韩国日本 这是北传 南传就是缅甸 越南 这些都是南传的 佛教从印度传来的时候 海路就是那边 北路就是刚刚讲这个方向 所以大略 大略知道 如果你们有 对这一行有兴趣 我们在私下讨论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们要标一条线到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穿这个衣服 你们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是太好的事情 当然就是专修 讲白蕾店专修 尤其呢 第四行 尤其出家后 若能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成职 以弘法为家务 立身为事业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这个当然是要 专业训练 不是我换这个服装 我就是法师 我就是天人师 这个有的 他的可能受的专业 没办法 那就要老实修行就好了 不一定说一定要上台演讲说法 一未必 所以老实修行也好 下一段 晚世众生虽闻出世法要 难因内折夜众福清 葬身慧泉 凡祸淫戏 外折俗物残闹 損有幼淫 境界佐恶 了生托死大事 虽然一生成半 想是想 但不一定去做 现在不是说出家 很多事情 我想干什么 我要去旅游 我想画画 我想什么什么 都是想 都没去做 其实很多事情可以想 去做一点 做一点 如果没有做 就一直停留在想 所以那天跟人家分享 年轻的时候 去露营 你到了20岁以后 就会觉得露营太辛苦了 以前要带这个带那个 那你去餐厅吃了一两百块就有了 干嘛要这样 因为年轻体力 没地方宣洩就去露营 现在露营就很方便 你特别可以租帐篷 你可以去特别借他们的道具 来弄一些露营东西 然后可以吃喝 然后睡在那个地方 隔天又回家 那也是去露营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 除非疫情 疫情大家就避免 避免无谓的外出 好 这个是开场牌 所以呢 这个 写的这些内容 是我们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 第六月的倒数第六行 第六月倒数第二行 就是作者啦 四年之后把这本书 就弄起来了 有22篇 然后呢就 下面一行有的时候21篇 那就差不多这个数字 那我们看第七月第二段 民国九十三年十月 谭虚大师唯一剃度的女弟子 谭虚大师呢 她是在东北 在东北 就在目录的第二夜最后一位 没关系 找得到就找得到 我是跟大家讲 她是在东北哈尔滨那地方 那三年前我去东北哈尔滨 就有去拜访这个道场 就看到她 那个相片啊 不是看到她那个人 她已经 枉生了 小英瓦斯也是枉生了 小英瓦斯我是有碰到 她是 自学非常的严谨 她 她对自己很严谨 然后对了也很严厉 在她下面的 不能随便乱讲话 或是一些不规矩的动作 我这个人很随和 因果自负 不要跟我乱讲话 我是都受得了 我这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 那些风言风语 当然就无所谓 无所谓 那小英法师呢 她工作很忙 半学很忙 她有时候忙忙忙忙 到晚上很晚 她每天有自己的功课 她照样功课做完再躺下来睡觉 我们说 好累啊 先睡觉明天再做嘛 明天再一起算 今天本来要送大悲咒三遍明 跟再算六遍一起算 所以你看众生都是这样 她是一定做到完才会躺下来休息的 好 然后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回到这个第七夜 就是去到东北 那是个姻缘 佛学院的学生说要回东北 这辈子东北都没去过 就去给她看看 对不对 真的就跑到那边了 你看一下疫情两三年都不能出门 就 那因为 对岸就还是有些古迹 还有很多很有名的这些道场 所以就去跟她 好你看 第七夜的第二段 民国九十三年十月 谭西大师唯一剃度的女弟子 活门中呢 通常女众跟女众出家 男众跟男众出家 后来这些四大三头 我们现在目前是因为他们来的是男众 那跟谁出家男众女众都有 但是他们区域很广 所以都要分很开 当然在我们的介力是 趋向于男众跟男众 女众 刚刚讲 因为他们大三头区域很广 所以可以住得很远 有的就男女众一起剃度 他写的是住民女男女化节 女男就是 其实是明朝的明末 开始有这号人物 然后到了他们第一代的创始人 就把他自归为岭南派 岭南派是什么 就是水墨画他们有上颜色 所以就有点像中国的水彩画一样 那早期的国画我们都是水墨 就是用墨来分浅跟深 越靠近你的井就颜色越深 越远的地方就越浅 昨天我们国画班画 我们画那个春夏秋冬 昨天就画冬天 他画那个山 还有树木 然后山的后面就是天是 比较暗 因为要下雪 要呈现那个下雪 我那个颜色太深了 就是那个 画那个天空的颜色 就渗透到那个山 你知道 老师说 这样山让你破坏了 所以就用白色的颜料 再把那个山的形状画出来 所以还救回来 这个 那有的同学就说 我画坏掉了 我画得很丑 这都是负面情绪 我们来就是了解艺术的一个赏息 那我们又不是张大千 还有谁 画国画的谁 那些圈圈圈 我们都不是 我们只是来赏息 然后学习 然后画 就像我刚刚画的不是对 当然是错了 那个天空变成跑到山上的颜色来 那 就把它补回去 补不回去 就算了丑化 人生也是这样 衣服破了再买一件 反正你们也很爱买 对不对 等一下母亲节到 那天还有人打电话 跟他的晚辈说 母亲节 你要买什么送我 没想到 你先寄一个蛋糕回来 那就有个蛋糕可以吃了 我也有收到 有些人很腿 不好意思前面那个字 母亲节也可以过 第二行 法万大学创办 那个早期 办学校 这是很辛苦的 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 那也是很辛苦 以前是要建设很辛苦 现在是没人来很辛苦 好 这样子 后面最后一行 他说有三十篇左右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一本的著作 有他的因缘性 第八页 秩序就是这个作者 好 这个作者呢 就 陈秀慧 居士 那是女众 这个第八页就是秩序说 高而不慢 升格世上 行所当行 宜得流芳 唯生而人高 并不是得利于金言的戒行 大悲无畏的怨行 以同体无我的志行 这卑至怨行 高生们由于戒德庄严 悲心懇切 智慧明达 故人以怨奸行 成就不出事的公业 而流芳人间 所以人家说 高生啊 名生啊 我也是名生啊 出名的名 大家都有名人 你们都是名人啊 对不对 有名字的人 所以 人家怎么说 我们就 就不要一直以为 我们就很高了 我们就很有名了 笑笑 人生很快的 一下就没了 趁还没有没 我们就 活快乐一点 好 第九页 他说收入二十九位 民国的也有 好 那就这样子 十一月 十一月就是对这本书的 出序 历史是一座时空的龙奴 在二十五史 就有很多传记 所以你要去看一些伟人 史记 是马迁的史记 但早期是因为都文一文 看这些书就蛮累 蛮辛苦 但 他说呢 这个史记 中国早期个人简撰的结集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些 而且这个人 恩怨啊 还有什么攻击 还有什么败德的事 通常是 他还没有往生就记录一些 然后呢 他往生之后才列入史记 因为要很小心 因为没有的话你就会被斩 你说太多不好的事 就会被斩首 所以那些 记录历史的人 当朝要记录历史的人 你都要歌功颂德 你没写好 等一下就 满家超斩 或是你的老命 司马前也是被砍掉腿的 还是打断腿的 所以都是很辛苦的 好第三行 由此而后历代高深传 脸谱形状 碑文 都是记录人类活动 那因为以前 这个文字的东西不多了 你要读个书 认识个字 那就很厉害了 会算书什么的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 第一段 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了 十二月呢 最后一段 传记对后来的影响 有他的好处了 数年来 从事佛门人物写说 有这位余林婆居士 中国近代 他写的很简单 就是简单几个字带过 下面一段就是说 这个作者 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很多年 所以他就把最后一位的小英法师列上去 也难得 他是女众 好 十三月的第三段 就最后一段 此书虽然典藏二十二位 一千五百年来 活门高深 近代思想影响很大的 有明代士大师 廉耻 憨山直播偶遇 还有民国士大师 就是虚云 映光 太虚 红衣 红衣大师大家比较熟 离我们比较近 太虚还真的是有点远 收古圣先生聚集一堂 台禅禁密 台就是天台 天台中 禅就是禅中 禁就是禁土中 密就是密中 列为策 所以这个是很发心 因为写这个序文 我们看十四月最后序文是陈慧健 他就写了红衣大师传 那就影响很多人 民国六十几年 很多人去出家 就是因为看了红衣大师传 很感动 红衣大师的艺术 书法 还有他的戒律 还有很感化众生的一些书胜 所以就被很多人感动 所以成为一个蜂巢 那段时间 那十五页第二段 就是这个作者 提他的恩师小英导师 他为什么叫导师呢?就是老师 更尊敬的一个称呼 导师 常语 超伦美孝高身行 得力全奈古佛经 勉励大家要读高身传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伟人传记 一样 伟人传记可以效仿这些伟人的伟大事迹 有一句话就说 站在伟人的肩膀 你就看得比人家更远 高身大德 你能出家不出家 那个人姻缘选择 那他们的修行 开悟 度众 就有很多的 可以跟我们做勉励 那十六页呢 十六页前面就是十五页的后面 金刚不坏的道心 万魔不退的愿行 阅读高身传记 让我们有机缘向心 心性修养高超 能格气度 卓绝辉弘的高身大的挖宝 所以他就把他的一生 嫌疑 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做参考 好下一段呢 既具学术研究的严谨 又充满文学创作的乐趣 所以就有很好的收获 所以是这个第二行 第二段下面 是墨学在撰学高身行义的自我齐喜 所以也有他的收获 墨学呢是在佛教的这些称呼上 墨学就自己的称呼 谦虚的称呼墨学 然后像我们这么老了还在称墨学就有点太假掰了 我们就称学人 也是很客气啦 对不对 学人旅群 或学人是旅群 像我去学那个画画 那那个老师不知道 因为我们报名是用身份证嘛 那我签名上课什么 就用我出家的名字 他就直接称呼 后来有一个同学 你不能这样叫他耶 你要叫上里下群法师 他说我要讲这么长啊 我老师还嘴巴张得不到 他说上里下群法师 要叫他六个字 他都还很惊讶 我说我都叫他两个字了 就李群了 我说对啊李群是我师父叫的 他说可是我内心还是很尊重你的 他好无辜 我说沒關係啦沒關係 如果我不输 我早就跟他讲 要讲这样六个字耶 那不是很累啊 那是一个称呼啦 所以有一个同学就这样 他嘴巴嚇得好大喔 所以很可爱 那这个墨学就是 在佛门中的自己的称呼啦 那社会上有时候自称嘛 前辈嘛 有的自称后生啦 后辈 后辈 后生比较麻烦就是 闽南话说好生啦 就是人家的儿子好生 后生 所以通常说晚辈后辈 这样子 所以这个墨学 也是这样子 好就顺便给大家提一下 好就顺便给大家提一下 那第一位呢 就是十九页智者大师 他是天台的祖师 东土的释迦 好 那 后面他就 有一首记者叫佛祖道音 就是人家对他的一生的心仪 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因为是文言文 你都还不认识这个人 他讲什么就比较没概念 我们就带过了 我们看倒数第三行 十九月倒数第三行 位于浙江省天台山南离 南离就是天台山的南方 离就是山比较往下面的 比较山脚下的感觉 山水交印 他虽然是白话文 但是有的字单字他也是有很多的解释 山水交印 有山有水互相灰映 古墓参天 这个天台山我也去过 他就是有五座山 东西南北 中间还有叫中台山 所以四大山头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道场就是用这样做名称叫中台山 是真的他是有五座山 你很难去爬 都要人家把你抬上去的 都是要交呼 我是怎么上去我也忘了二三十年 忘记 那时候刚开放 然后就去佛教界也很厉害 马上安排四大名山参访 十四天吧 也是很敢的 那敢是敢路的敢 不是勇敢的敢 那就要上山不容易 都是我印象中有做到滑杆 就是很简单的轿子给你抬上去 他就两条竹竿 中间一个椅子 反正我那时候也不会很胖 瘦瘦小小的 四十多公斤而已 所以他们很轻松 好 我们就叫一部轿子 我跟我师父两个轮流坐 走累了 就是换下来 因为一直坐也很不舒服 因为那个位置很窄 然后他们两个人在台的时候就晃啊晃 也会抓兔子 真的也很辛苦 虽然我这一辈子 从来就曾经吹牛 我不会抓兔子 什么去绿岛洪华 坐那个柴油的小小船 味道之难闻 我也没抓兔子 然后呢什么飞机也不会 火车也都不会 但有一次去沃沃 日本 沃沃沃 中文什么家 忘记了 牛球 阿牛球 对对对 坐那个大的轮船 竟然 做兔子 为什么 他们就只有一个餐厅是素的 然后就吃东西 他还是有供应餐 这个来讲话 讲话换那个来讲话 我就一直 全桌的一直轮讲话 这个带东西来 他也端东西来 反正就那个餐厅可以吃 但是那一家就是只有素 所以就一直吃东西 然后一直讲话 讲到后来就跑出来 因为那个虽然是几万吨 但是还是会晃 就那一次 不然怎么会抓兔子 好 这个 天台山 通常叫五台山 他那边有一个天台山的 这个 那因为他就在天台山 所以叫做天台宗 宗派的宗 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祝庭 就开发地 以山东常青的林延山 浙江南京的七峡山 湖北当阳的玉泉山 称为天下四绝 就是说 有分布了几个地方 就蛮有名的这样子 就像我们现在 台湾有四个山头 四大山头这样子 最后一行下面 当年昌裔新竹国庆室 集市促成佛学中国化的先驱 陈还有隋 这两个朝代 被称为国师的天台宗 开宗主师 叫智者大师 第二段 智者大师 名叫智宜 智德安 像我们出家人 也是有两个名字 内号跟外号 李群 智 中 中行 这个 如果以后你看到中行 我不知道 中 中勇 中勇爱过我 宗教的中 永远的勇 中风勇正 这是有一首句子 因为都叫李群 很少叫中勇 都还给我师父去了 智德安 生于梁武帝 大同四年 梁武帝就是我们佛教非常有名的皇帝 他弘扬佛法 还有很好笑的 他因为国库缺钱 他还假惺惺的去出家 你知道 那你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皇帝 所以这些大臣 就赶快筹备金会 再把他赎回来 你看 还弄了两次 他用这一招来 筹备款项 他不是说招什么税金 或是卖什么家产 他不是 他假惺惺的跑去出家 然后没人上草 所以就是赶快拿点钱 把他赎回来 然后呢 他就是捐了很多徒弟 给寺庙到场 然后你们可以盖 道场 可以耕田 可以种菜 所以呢 你们都吃树 所以吃树 出家人 还有佛教吃树 是因为他 你到印度南传佛教 到现在北传 就剩下我们华能区域的还在吃树 吃树 吃树是很好 只是他有他的原因 我前几天也说 学佛不一定说要吃树 学佛不是要出家 有人就 哎呦 要吃树我没办法 我最喜欢吃北京烤什么那个 哎呦 要出家不可 我很喜欢谈个小恋爱 没有 没有不会 放心 学佛只是 学了佛菩萨的风范 这样子 然后更有智慧 更自在 这样 不是说一定要吃树 不一定要出家 没这样规定 所以 都是儿传 是儿传 你们还没有结婚 赶快来吃树 赶快来吃树 赶快来出家 我从来没有 真的 你看我的徒弟 我从来没有这样跟他讲 我是说修行很好 天下的钱赚不了的 你再怎么赚 还是哪一些 不如修行看看 不好我们再做打算 一样啊 说我修行我待不住 出家我不习惯 你就辞职啊 对不对 你们一生难道只有一个工作 我就不信你们都没换工作 对不对 像我也才换两个而已 我上班的时候换两个工作 所以 没那个什么世界末日那样子 所以是很容易 然后很自在 其实任何的环境都是适应就好了 我告诉你 比你去当人家媳妇啊 当人家老公啊 幸福一百倍 真的 那老公家 我听说一个男生跟我倒了 跟我抱怨 那个女人 以前是心肝啊 宝贝啊 现在说那个女人 早上说 你爱我嘛 爱你 中午还打电话 你爱我啊 爱你 晚上回来 你爱我啊 一天爱说伯伯 我 我 我还要放火 我就开始嘻笑了 那以前 分分秒秒 都在那些很甜蜜蜜 但是 不是她已经不爱你了 因为她有另外的工作要做 比如说爱你还重要 不然你们三餐吃什么 蜜月旅行要 警卫哪里来 你的名牌包包要哪里来 对不对 所以 要平反一下 好 那就来休息 好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来 不要下课说 我有问题 好 那个 我们也有群组 群组也是 可以问问题 如果有分享 以一则为原则 你不要漏漏灯 盖板 就是可以发问 师傅解答 问题不解决 就麻烦 不会生利息 只会生烦恼 那 有的人 就是 对学佛 就是要刻苦耐恼 就要 匀忍 没有这回事 你要吃好睡好 用好的 知道吗 每天要装扮得漂漂亮亮的 因为 大家长得就 不到抱歉 但是 不是 台面上的那些艺人 但是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 气势 学佛的气势 学佛的自信 表达出来 所以我都从小 就吃好 穿好 睡得很好 所以刚刚下课也造词 而不是说 学佛 刚刚不是讲瓶生 那个瓶是物欲的 尊解 尊解 太多了 我们还要再去 什么什么减肥 还要干什么 不用 你用好的 就不用那些 品质不好的东西 还要把它去消化 或是做不必要的处理 都浪费时间 我们讲杀生 不是只有杀动物 浪费时间 就是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做那个 不必要的事情 无畏的情绪处理 不必要的人际 那些不好的人际 就算了 我们佛门要慈悲 要广度众生 度不了的 不用 不用 不用不是说 后面没有话 就是不用 佛度有缘能 有缘 我们去度他 跟他分享 他不愿意接受 那就闭嘴 佛法不是那么廉价 我们不是那么卑微 所以学佛 佛就是一个觉悟的人 那高僧 深重就是 执行佛陀那些教法的人 我们在家居士 也是怎样 留着头发的 Sales 所以不是一定要 穿得很破烂 然后吃了 吃酱菜 吃什么 很辛苦 没这回事 好 这我刚出家的时候 那亲戚 有时候去亲戚吃 你 师父来啊 快串装菜给吃 我说我不吃酱菜的 豆腐就好了 你看 不是很便宜吗 一块豆腐现在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吃食材 食物也好了 反正就是原始的 不是经过很多的条理 那 你把自己的精 气 神 时间 气势 都弄好 你要照顾人 刚说要吃好 精神好 情绪要调整 有一个他去照顾妈妈 妈妈已经十字了 就骂他女儿 你喔 怎样怎样 他女儿说没有啊 我都 上班之后就敢来照顾你 我哪有去乱来 他骂他女儿 女儿乱来 然后骂得很凶 那个群是歇斯底里的 又吼又骂 然后还要打他女儿 他女儿气得要死 说我 我都快要崩溃了 后来经过专业跟他讲 这是妈妈的症状 你不要跟他一起起哄 给他喝果汁 然后说 这样子啊 那是别人 你看着我 那个人跟我长得很像 所以我已经把这个问题 理清了 妈妈你好聪明 被你抓到了 你看 那个都是要哄 要骗 然后安抚 而不是跟他对冲 然后跟他骂你神经的 你失智的 你看错 你不要跟他讲这些 你看对了 但是那个人 跟我很像 爱已经理清了 没事 我就是你那个 最乖 最听话的 儿子也好 女儿也好 就是那个 然后顺着他的话 顺着他的毛 我告诉你 不是这种失智老人 所有世间的事 你就这样子毛 你跟谁炒有意义吗 炒灰炒银吗 炒银的又怎样 是让他能够接纳你的说辞 比较重要 人人之间 有时候我们对人家好 热脸贴人家冷的地方 人家还不甩你 那你不如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好 这个学佛 这个学佛 不是只是我要诵经 念佛一遍 十遍 一千遍 那干什么 越念越烦 越骂人家 越大声 佛菩萨不是要求你这些 你念佛国语又不标准 然后中期又不足 然后又断了字 又漏了字 然后又打放想佛菩萨哪需要你这些东西 对不对 是来亲近我们的身口 然后借由佛菩萨的行为 气度 怨力 然后来 升华我们的 学佛的位阶 而不是去唾弃那些人 然后骂那些人 佛天 然后人家伙是学佛的 人家伙吃素 牛也吃素 羊也吃草 标榜那些要干什么 你的心 你的心 有没有跟佛的心在一样 叫心心相应 所以高僧就是推广佛的教法 我们看二十月 二十月的第二段下面是梁武帝那个时候 元吉在水草的时候 世寿六十 生纳四十 就是他表示他二十岁出家 佛门中有规定成人二十岁才能出家 虽然现在成人已经改十八岁 但那个时候 到现在 祈福都要 你有自主能力 所以其实他要父母同意吗 你们嫁的时候有多少人 嫁的还有娶的 多少经过父母同意 都是自己选好 因为时代不同 以前要父母同意 对不对 只要叫就顺 现在哪需要 自己喜欢张三就李四 就选一个 就这样 不要再离婚 你有经过父母同意吗 离婚的人有经过父母同意吗 也没有 都自己注意 父母亲不得已 好啦 你好就好 现在都是父母的角色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出家不出家 哪也是要父母同意 这个时代不同 所以自己决定 对自己的人生父子 但是就是一个约定成属了 就是说二十岁 你是一个成人 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自己的人生 第三行 师属姓成 祖先原来居住荷兰许昌 晋朝的时候 因为战乱 就牵到这边来 那父亲 那父亲 曾祺祖 学通经传 谈吐绝伦 那母亲呢 温良恭敬 两个人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那徐氏呢 生前 所以各位看到了 他父亲的名字有写出来 母亲的名字没写 就写个许氏 以前女众很卑微 很没有地位 连名字都没有 许氏就是你信许的这一家人 而已 墓碑也是这样刻的 是后来说是许氏 然后小时候曾经叫什么名 女众都没有名字 叫无名字都是这样 后来就是人权 户口要报户口 所以男众也叫取名字 女众也可以取名字 但是都乱取了 蒙幽啊 蒙痴啊 有吗 是这样子来的啊 就是不炫 不炫啊 这种 卑微你看 没地位 后来就是 人权啊 因为我在大学是教性别平等 所以这个就讲一下 强调一下 以前哪有名字都是信而已 二人均全信佛教 徐世生前 曾梦五彩祥云云淮 又三梦口吞白暑 诗诞生之夜 室内竟然无灯之明 你看 没有灯很亮 所以啊 这个道场啦 佛菩萨的地方啦 甚至高山的地方都会放光 光彩灿燃 直到隔天早上 正当成家 为再度天丁 准备来 大吃一番 结果这样 火熄掉了 烫也冷了 所以要烫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没办法烧开 然后刚好有两个出家人来 敲门 说啊 哎呀很好 因为他们是 他家的男生是第二个 然后呢 四足得本 日后将出家为佛门龙相 那龙相呢 是在畜生到龙 跟像是很庞大 很有神威之力 神威之力 所以佛门龙像是形容 好像 这是动物界的 这样很出色的 这样庞大的 就是 就是 伟大的 这个人物 就是用这样来 称 形容 然后呢 倒数第二行下面 施至右 握便合掌 坐壁面膝 你看 这也是前世来投胎的 握 躺的时候会合掌 这也很累嘛 睡觉就摊个大字就睡了 还要合掌 这是 这是他的pose 睡觉有人说 正躺 側躺 右躺 以前都说右躺 这样消化怎样 现在就又说要左躺 这样这样这样 放轻松就好 所以出家也有行柱坐卧 躺腰右斜而握 就是右躺 那 有的会很困扰 他就五时间 没办法右躺 你就正躺 側躺都可以 他只是说 怕你睡觉的时候 姿势不雅 然后 起妄想执着 那我就说睡觉就是放松的时候 你越放松 因为我也曾经被邀请去讲 晚上睡不着 学佛如何克服睡眠障碍 我真的有讲题 我这包山包海 师父还要包到你睡 晚上睡不着 真的 我们先祖宝山图书馆请我去演讲 睡觉就是放松 前半个钟头最好不要想太严肃的话题 比如说三点秒 嘎票 明天要跑三点 或是要什么重大的事情 不要想那些事 前半个钟头 放轻松 要喝水就 有人说要喝水 其实 喝水会增加你膀胱的膨胀 喝一两口 就这样 然后呢 梦中就大致睡没关系 这个其实叫做贪私法 就像尸体贪在那边 这个是很放松 但是不能睡太久 这个超过15分钟 你身体能量会散发 但是一般一般正常人 你这样大致型的躺个5分钟10分钟 如果你真的睡着 你的姿势就会改变 曾经有人做睡眠研究 你晚上翻来覆去了 那个动作很多 其实你不会一直这样 所以其实不用烦恼 只是说 你躺了15分钟都还没有睡着 这个姿势自己可以调整一下 放松 放下 放空 就很好睡 处理事情也是 工作一个段落 放松 放空 放下 然后你才可以重新整理的群绪 power 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不然你每天都很累 都很烦 前面的事情影响后面的力量 前面的事情影响后面的判断 浑浑噩噩 拖着尸体在走 每天就魂不守舍 所以道家讲三魂七魄 就是因为你精神不集中 所以其实只有一个灵魂体而已 但是他们有很多心 我们就尊重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精神 随时做调试 就好像大号小号排气 你随时要跟他做调整 那你就才有办法 身心很自然愉悦的 去工作 读书 还有处理所有的事情 这样 其实 学佛修行 是从日常生活中 调试你的身心 你的情绪 你情绪好 平稳 正面的力量就强 如果一天让你气息弄命 高血压的药在哪里 什么药在哪里 光吃药也是一种处理 但是你不如处理情绪开始 那你就 不要让人家说 你们学佛了 都怎样怎样 都是那些负面的智慧 其实 那是他们的误解 而且我们要把我们正面的 正确的 而且非常阳光 温暖的 那个我表现出来 你到哪里 你就是阳光 你就是 和风 那 而不是你到哪里 这要来画的 这要来做什么 我从来不跟人家画眼 要你就给不要就算了 我到不了喝水 没水就喝茶 反正就这些饮料而已 真的 饿不死的 但是我会跟人家讲一下说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比如说 比较贫穷 比较辛苦的 你说 都讲钱 那不讲钱 我们诵金 诵金落落等 我没时间 我们念佛 对吧 所以都是有方法的 都是有方法的 有一个住在大安区的 不小心考上 穿绿制服的学校 听懂了 那他妈妈说 他功课很忙耶 佛教徒 我要教他 诵金也不好意思教他念佛 我说没关系 三秒钟 你没用过三秒教吗 三秒钟 修行还有三秒钟 有 南木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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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到三秒 今天考试都会写 跟他们家的佛菩萨这样讲 就去上学 放学的时候 南木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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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在都会写 你看 然後就考附近的學校 你看 所以哪有困難 不要把很多事情都用困難 不容易 這個什麼 你做 你做看看 從三秒鐘做起 對不對 你滑一個手機幾分鐘 你追個劇幾個鐘頭 不要在騙人 然後都是不行 不會 不可以 很簡單 收益力 然後這個二十月倒數第二行 他說自幼怎樣怎樣 那是個人的事情 那你說沒辦法 我沒辦法合掌 手很痠什麼 我們是因為 他有這樣的表現 我們讚嘆 我們讚嘆 隨喜 你能怎樣 就隨你的能力範圍 你做得到的 好 最後一行 肖長師一見佛像 便全成禮拜 小朋友也是耶 他不會講話 不會走路 他跟他活不上 自然都很會哭哭拜 有的 那個小朋友 你跟他抱著 還不會走路 他跟他佛像也這樣 一直拜耶 好可愛 好 當然你看到碰氣也是這樣 碰氣知道嗎 松鼠很可愛 就因為他的尾巴是碰碰的是要碰氣 如果老鼠就過絕老鼠 人人喊打 你看就這樣一個造型不一樣 就命運不一樣 好 從每逢生人必恭敬一待 七歲時師席往佛事 他七歲 我是讀高醫 我讀高醫開始學佛了 那時候都禮拜六下課就跑到寺廟去了 禮拜天才回家換制服 再換洗衣服 再做功課 得世生口受普門品 普門品就是觀音菩薩的普門品 為什麼剛剛講觀音菩薩 就是觀音菩薩大家很熟悉 你說我喜歡藥師我也沒關係 我喜歡文殊菩薩也可以 我喜歡地藏菩薩也可以 都可以只是舉例 那他剛剛有舉面向西方 佛是在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中間都有 所以你喜歡向哪一邊 那個心無掛礙最重要 心經心無掛礙 無掛礙故遠離顛倒夢想救濟涅槃 就是心沒有掛礙是最好的 所以你向哪一邊都可以 這個普門品就是 血火沒有門啊 不是罵人的門都沒有 不是是因為他沒有門 你隨時從一個角度切入都可以 你從剛剛講的 從心理學 從營養學 從睡眠學 口才學都可以 都可以進入佛門 所以普門 每一個都是門 而且都沒有射門 所以普門 詩將經文讀過一遍及人背誦 那過目不忘 那你說我沒辦法 我一個字也不記得 沒關係他是他 你是你啊 你自在比較重要 你不一定要活成 我要活成像誰 你就是你 那活成像誰就是我效仿他的精神 我效仿他的願力 但他還是他我還是我 我們就盡力而為 而不要因為你做不到而自責 我沒有辦法考到100分 我沒有考到第一名 自責 或是責備別人 或是要求別人 那都是彼此很痛苦的 師十五歲 正直良朝頹敗之際 深切感受邦國不盡 家圓離亂 你看 那我們很平安 很順利 操商很多 東西買不完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福報 你看那個戰爭多痛苦 那很多人都希望戰爭啊 他東西才賣得出去 武器才賣得出去 我們在這樣的 很福報的地方 就多做想做的事 多做對的事 不對的事千萬不要做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我們沒有做善事沒有善報 但是我們沒有做惡事 是絕對沒有惡報 對不對 這樣很保險的 比賣保險還保險 你買保險是給你要賺 公司的啊 當然也有他的保險支出 現在很多保險不賣嘛 疫情保險現在不賣了 這三萬五萬六萬 一直跳上去看誰要陪你 所以那個都是供需問題 很多事情都是供需問題 所以呢他十五歲呢 四座沙門 剛講沙門 沙窗 所以他就要出家的呼賀正法 以婿佛慧命為己任 十八歲 依子相周 果怨事 法婿法事 和尚出家 和尚在佛教是 教授師的意思 就是教你的那個 師長叫教授 那我剛剛民國初年 他把有些文學家 就把這個和尚尼姑 寫得很不堪 所以出家做和尚 好像就那種不屑 尼姑也講得很難聽 所以現在的媒體 他也不講和尚 不講尼姑 就講比丘 比丘尼 他們也有點sense 然後有些記者 工作媒體也有學佛 所以他們都會尊重 法師 師父 有人說 那到底我們要叫什麼 就叫師父最安全 因為法師是講經說法 叫法師 不是說出家 他就是法師 不是 他是師父 講戒律的叫律師 在佛門中的稱呼 很專業的稱呼律師 不是Lowyer那個律師 還有論師 評論的論 論師就是對於經典的解釋 非常高手的叫論師 所以經律論 三種法師 那玄壯大師呢 他就是經典也會講 介力也很懂 解釋經文也很厲害 所以他是叫三藏法師 像現在講話這個也可以稱三藏法師 但是這個人很客氣 你就叫師父就好了 我也不討堂吃 就叫 師父 這樣講好了 要不是很自在 很輕鬆 對不對 上禮下群法師 天都黑了 所以不管認識我 不認識我 跟我在一起都很快樂 很幸福 很美滿 對啊 人生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對不對 我們沒有飯吃吃地瓜嘛 我們沒有茶 我們喝咖啡嘛 對不對 還有一個比較幽默的就是 師父你喝茶嗎 你喝果汁嗎 你喝咖啡 對 我都喝 我只不喝榮藥而已 所以就人生很輕鬆 21頁的第二段 第三行 就是18歲出家 第四行就是跟著法序和尚出家 所以是和尚尼姑呢 現在是媒體比較少用 就比丘 比丘尼 你不認識他 你不曉得他是什麼來路 你就叫師父就好了 你看他 他喜歡 現在也年紀比較大 也喜歡人家稱他和尚或老和尚 也是可以 看對方 我是師父就可以了 不要叫我李群就好了 好 隨後師事會況律師 你看這邊講律師的 就是他專門持戒律的 並譯大賢山 讀誦法法經 無量益經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英文間就是 永遠遠台的 畢功很多 Tommy 多大賢山 這邊就好了 然後洪津規惡師 有一個人訪問對答 普賢菩薩就是四大菩薩 他的願力叫普賢菩薩 觀音菩薩就是悲 智慧就是文師菩薩 願就是地藏菩薩 行就是普賢菩薩 叫四大菩薩 21月的最後一段 陳文帝添加元年 他23歲到荷蘭大蘇山 所以以前你看他跑來跑去 以前因為一個司長 沒有辦法完全教你所有的東西 全才很難 那我是可以 你要講三藏十二步 還口才學 人際溝通 心理溝通 潛意識溝通 給你點菜 好 所以他23歲跑到荷蘭大蘇山 親至會師法師 師徒二人出會面時 詩詩集探 戲在林山同聽法話 溯源所持 君父來 這個會師法師 師說他們過去史跟這個智者大師 在林山會上 林山會上就是印度 有一個林鳩山 佛陀在那邊講很多經典 所以他知道過去是他們認識的 而且在林鳩山同時聽佛陀在講法話經的 那這一次怎樣 來了 見面了 師在會師禪師的指點下 修習法話三昧 法話三昧是天台中的一個修行法門 有機會要去了解再說了 我們現在是介紹他的傳記 修行法門就用時間帶過 經過十四天的用功 當讀宋法話經至 要王菩薩本事品第23 上面講說 是真精進 世民真法供養如來 所以你的精進 就是很努力 就是最好的供養 不是拿芭樂給他吃 不是拿西瓜給他吃 是你努力的去過你的一生 就是對佛菩薩最好的供養 所有人說 芭樂可以供佛嗎 什麼可以供佛嗎 我說你都可以吃 佛菩薩不能吃 你比佛菩薩更偉大 但是有人說 你去那邊 你就聽說照辦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變 人家理群法師說 不要嘛 不要說 這邊不能拜芭樂 這邊不能拜什麼什麼什麼 我不曉得了 有些規定 什麼釋迦什麼芭樂 什麼不能拜 你就照規定 他說可以拜什麼 就拿什麼 至於這個人說什麼 你拿我們去那邊 隨便你怎麼拜什麼吃 那你留一顆給我吃 開玩笑了 這是觀念 觀念 你看邏輯對不對 你都可以吃 為什麼佛菩薩不能吃 這什麼邏輯 他沒有說對錯 人家要怎麼規定 我們就這樣子 好 22月 他就錄定 好 錄定是在成休的時候 一個現象 就通通不會動在那邊 我們等一下要去別回 等一下要去逛街 等一下還要打疫苗 等一下還跟他吵個架 要錄定比較困難 所以那些事情就少做一點 比較容易 聽懂嗎 因為你都散亂 你的心都散亂 你怎麼做得住 練我也練不住 送個金也打妄想 沒關係 加減做 從一秒鐘 做起 十分鐘做起 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現在講 這個智者大師 不要用他來說 那我自己 慢慢來 慢慢來 他錄定 清見林山一會 也然未散 只要你有辦法錄定 那佛陀在林山會上獎金 你都看得到 師將定中所證之物竟下會師報告 師即探約 非耳佛陣 非五莫師 所錄定者法華三昧 前方便也 就是說沒有靈 就是說以後你這種根器 才可以怎樣 震到這個國位 也只有我 沒有 除了我之外 沒有辦法去識別你的境界 就是說讚嘆你根器 只有你做得到 也讚嘆自己 也只有我了解 你看 所以知心哪那麼容易 所錄定者 法華三昧的前方便 三昧也是定的意思 前方便就是 有點感覺 有點feel 所發持者 初懸陀羅尼 陀羅尼就是經典的意思 所以說你就是狠人 對什麼 他不記憶很好 那也是這樣 你口才很好 很流利很會變 也是怎樣 但是他就跟他說 你的說法怎樣 可以排第一名了 而後會師美令師代為宣講經理 早期佛學的教導就是說 老師講完之後 下午就學生副講了 今天該你副講 就是早上老師講什麼 你講一遍 明天該你就是這樣 所以法師的訓練是這樣來的 就是早上是老師講 下午就學生副講是這樣 所以佛學院也是這樣的教導 好 那我們是讀佛學研究所 那時候都要寫報告 講課當然都是要講 會被邀請去講課什麼的 好 那會師法師就會叫智者大師 代為宣講 師至方日夜便略玄何 就是智慧很好 便才無礙 會師曾有如下的戰語 可謂法父法成 法王無事也 法王就是佛陀的意思 佛陀就是法王 密教的就是 他是法王來轉世 也是一種尊稱 不要出事情就好 法王不要出事情就好 那就說把這個法附給法臣 就是輔佐法王來弘揚佛法的意思 所以這個法可以交給他們了 可以交給智者大師的 那佛陀 包括我這個老人家也可以 怎樣沒事做了 師 親至會師七年 讀個博班四年 碩士兩年六年 現在有人濃縮成五年就可以了 往必利益 然後接法禮二十七人至金陵紅放 那時候三十歲 那時候三十歲就叫中年了 我們現在六十歲才叫中年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說自己很老 雖然我有時候會講 但是有時候是不好意思說我很年輕 所以早期三十歲就中年了 四五十歲就差不多要 現在大家那個壽命就延長了 所以六七十歲你身體保養好都還可以 好 二十二月第二段 師與金陵瓦關四八載 宣講大制度論 世禪波羅蜜赤地法 這個都是天台中的經典 剛剛有講解釋金人叫論 大制度論就是解釋大波羅金的 所以叫大制度論 這我們也是很熟的 大家這都很多故事 好 世禪波羅蜜赤地法門 世就是解釋 禪就是禪修 波羅蜜就是道彼岸的事 我們就量六度就是六波羅蜜 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它是泛文發音波羅蜜 不是水果 波羅蜜不錯 六度就是六種到彼岸的方式 布施慈戒 六種到彼岸解脫的六種方法 所以這本書呢 是世禪波羅蜜 禪就是禪令 六種波羅蜜之中 特別強調禪令的一個著作 所以禪令是很重要 禪令不是坐在那邊的 禪令是先剛剛講的 放鬆放空放下 然後身心非常的平靜 然後就可以錄定 錄定就可以 一直去 就到佛菩薩的境界 就是修行是有這樣次第 不是說拜佛求佛 然後買兩個蘋果 給我種什麼獎 買幾個什麼東西 給我種什麼官位 什麼什麼什麼 那是求 那不是修行的修 但是那個求也是前行 就是它前面是你有供養 就是說用我這樣全神的供養 然後淨化我的身口 也許 也許那個什麼官位我得 錢財我得也許 因為剛剛講不是用求來 是因為你的虔誠 然後剛好你的身口意也清淨 福報也具足 是這樣很多方面的 真的不是說你拿兩個蘋果說 我要中獎一千萬 那這個代價也太大了吧 所以曾經有人就捉弄那叫阿婆 兩個蘋果 我媳婦生個胖娃娃 我兒子可以升官 我誰誰可以發財 結果呢 有個小屁孩就躲在那邊聽 他講念打算 好啦 阿婆嚇得趕快跑了 但是這個也是嚴身 你兩個蘋果 或三個西瓜 你要幹什麼 包山包海 那是不可能的啦 只是他那個 虔誠的一個表象說 我希望這樣 然後大家不要去做不對的事情 憑我們的努力 然後可以得到什麼什麼 是應該是這樣的過程 所以很虔誠的 買什麼水果 貢佛沒有錯 那一般的貢佛可以香花燈土果 香燒香 花貢花 燈就是蠟燭 現在就是LED燈 我去那個歐洲教堂 他們現在不點蠟燭 因為教堂燒掉了 所以現在先點LED燈 香花燈土果 土就是那個南傳的 最後拿黃金 去把它安到佛像那邊 果就水果 還有什麼什麼寶叉衣 反正就是你覺得你要吃的 你要用的來供佛 這個就是你的前程 就好像我們拿的東西問長輩 芭樂要吃嗎 那你不是糟蹋他 他沒牙齒你要吃芭樂 芭樂汁啊西瓜汁啊 那個老人家 你給他喝這些汁都是很好的 還有便秘的 多喝果汁 多喝水 揉肚子 所以我講的不是光睡眠 你有便秘的都還可以處理 真的 你這身心調和 你每天就 這個 氣色 橘子 風采 就會很自然 如果這些事情沒弄好 很煩耶 他就不出來 不是很煩 所以 陳定在修行上 就是 步驟 就是計畫 你有什麼步驟什麼計畫 那剛剛講的 我們都是用情緒的時候 你罵我一句 我就毀你十句 你 你打我一下 我捅你八刀 都是情緒 憤怒在處理的事情 而不是個策略 要賺一百萬 你要做什麼規劃 輸了一百萬 你要怎麼攤平 你要怎麼樣去聚集 而不是在那邊罵這個 罵那個 我就是聽他的話 才賠三十 我就是聽他的話 我就一毛也沒賺到 都是你在操作的 對不對 要面對自己 禪定就是有規劃 要策略 好 那這個就是佛法的智慧 不是光拿個什麼東西去拜拜 然後就吃個什麼東西 就很辛苦很難吃的醬菜 這樣就修行 送了佛陀都聽不下去的經典叫修行 不是這樣子的 都是誤解 好 那麼二十二月的倒數第四行 期間生俗惡道求法師者不絕於土 好 所以現在因為疫情 大家不敢來上課 所以獻上 其實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有很多佛菩薩 有很多天人 他們也會來聞法 所以我們眼睛看不到冰標 不代表它不存在 但是眾生的可憐就是 你看不到就 哎喲 那是什麼 無形 我們小時候會跑去學校後面的防空洞 以前還有防空洞 然後大家好奇跑去 然後就有一個頑皮 鬼來了喔 大家跑著跌倒了跌倒 翻跟斗了翻跟斗 結果誰來了 蚊子來了 對不對 這是自己嚇自己 然後就說 打錯會不會走火怒魔 你看過魔嗎 鬼看過沒有 那看到誰啊 都沒看過 那到底誰來 那個都是自己在嚇自己 眾生喔 真的可憐 然後這個 問問題 我網路上看 我聽誰說 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 那不是找查嗎 你踢拐也要報個名號 什麼都不知道 但你們還是可以問 就是要挺專業的 剛剛講專業 然後講投資 那他專業 但是你沒有福報還是賺不了錢 可憐的孩子 真的啦 你只是在那邊垂性肝而已 然後噴口水 結果還是賺了一次 賠了八次 還有兩次不敢講 這樣子的人生 好 那佛法的內容 就是展開你無量無邊的智慧 所以 有一個口結 新來同學順便知道 你回去 你出去就可以臭屁了 舉一反無量 舉一不是反三 三太小兒科了 你看一個手指還有五根 你才算是 無量無邊 因為佛羅的智慧是 無量無邊的智慧 那要有無量無邊的反應 昨天跟一個人講話 他一直笑場不斷 一直笑 我說你怎麼那麼會講 講講講講講 我說 魂藍天成 怎樣 講一個笑話 就是說人死的不明目 那那個做內行的 就拿兩個銅板放在眼球上 因為有的你看那個演戲 他就把他這樣敷一下 眼皮就蓋 但是有的他說 做內行 敷不下來 就是不下來 一直念著還是不下來 那那個 他們那個路念有時間進來 已經過了很久 那個眼皮還是蓋不下來 所以他們有一個方式 就兩個銅板放上去 如果他的眼球眼珠比較大 我們就放五十塊的 兩個眼球 好噹噹噹噹才一百塊 你還在那邊弄半天 所以一百塊放上去 事情就解決了 我念幾包 什麼手藝 什麼心願 不可以做 一百塊就解決了 好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就把它擴大 還有恐懼 然後自己嚇自己 什麼什麼不行 我說什麼不行 殺人放火不行 其他事可不可以 斟酌勤醒 好 所以 生活會很自在 學活會很自在 身心會變成很開朗 好 而不是一直怡悶在那裡 好 所以呢 好 善巧 開示 賢令 疲等 飽餐 乏味 蒙受法義 久之 有感於 越來越多 他的 從學有四十人 成為兩百人 而得法則少 有十二十人 便十人 未免至身修行 道夜退堕 來遣散門人 就是 人數增加 但是 開悟 得法 就是 得到精髓的 人數反而減少 所以 你要量還是要值 先量 對不對 然後再來求值 我的觀念是 靈缺勿爛 亂七八糟的 不是真正要幹什麼的 氣心老命 寧可不要 真的 好 所以他就 有他的人生規劃 你怎麼說對錯 你又不是他 你說 可惜 到兩百多個 你還把他遣散 是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你的事 現在我們是在敘述 他的人生規 歲順一己 遣允林澤之樹懷 於成宣帝太監七年秋 依先前夢照 進往浙江天台山 十年生 三十八歲就跑到天台山 看起來就是閉關了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人就走我旁邊 師傅你閉過關了沒有 我說我現在就在閉關 他嚇了一跳 這不是要走路嗎 怎麼是閉關 閉關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不要去跟外界交涉 就是我們說不要去攀岩 不要去怎樣怎樣 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不跟色身相味觸法攀岩 就是閉關 不是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外面還貼封條 還鎖個大鎖 然後在那邊住個七七四十九天 三年五載叫閉關 不是 隨時隨地你的心不被進轉 就是閉關 知道嗎 如甘露灌頂 這閉關 那你的心不要被那個進階 這樣馬上牽動了 就是露門聳 好 好 那我們先介紹他38歲的時候 休息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23頁第二行 他38歲 師出底天台 即獲居山三十年之定關老禪師的全力護持 定光對師 山下有皇太子姬可照誓願 師問道 如今蓋草舍尚且困難 不知何時才能辦到 定光答說 今非其師 待三朝三國統一後 自有歸人來此照誓 定光更欲言 視若成國即清 所以呢 那個地方叫國親世是這樣來的 所以 有道場 有三寶 真的是會讓國家 親近 興隆 師 因其 民發見識之願 不然他想說 蓋個草茅屋 閉關就好了 結果呢 可以 讓國家 親近興隆 所以他就 好吧 就來蓋吧 那我剛剛講的 你去這個舞台山 都要 抬轎子上去 那你要蓋這個寺廟 那是 很辛苦的 我覺得蓋的蠻高大的 那寺廟都很莊嚴 那就是因為 要做就做最好的 如果各位看那個 阿彌陀經 西方極樂世界 八功得水 七重藍屯 然後那個宮殿支付立堂皇 要蓋就蓋最好了 要蓋就蓋最好了 你們要買就買地寶 怕誰怕誰 當然是花怨 花怨 然後 師 師 師 悠七七櫈三前後十年 不但禪觀功夫 更趨酒精 也在此自修自学借论 建立天台中完备的理论体系 使天台中成为佛教东来后 首先发展演变为 最具中国本土佛学特色的宗派 这是整理变成一个特色 就刚刚讲那个国化 领蓝派 本来就是有人就用墨的龙蛋来表现 花一点蓝色的代表天空 花一点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变成一个特色 第三行下面 依据经论 以法华经为中古 以大智论为指南 以涅槃经为福书 以大品般若经为官法 并传承北齐 会师禅师的一心三观 南越会师禅师的法华三昧 加上自己修学的体证 职承佛子建立教官并重 那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介绍高僧 传记 所以这些法门 你们听听就好 你们有兴趣 就找专门在修这些的 你说我看你就不会讲 不会讲又怎样 对不对 我是介绍高僧传记 你当然要这些 因为他有一些根据的法本 对不对 还有修行的一些注意事项 就像我们刚刚讲 布施 然后持戒忍入禅定 金锦般若 禅定就是不被进转 你要有些前提 习诸外援 不要等一下看电影 后天要去跑什么团 那就很忙了 所以他有一些必须要去注意的 要符合的 那才有办法 像那个法伐三妹 刚刚提到法伐三妹的 他们就是从七天开始修起 有的开始是三天 比如说禅妻佛妻 你去不了那么多天就有禅医 或是佛医 这个法伐三妹他要修一个完整 要七七四十九天 当然开始就从三天 或是一天开始 那那个法伐三妹 什么常做 常行不做 就是这七七四十九天 都不能不能不能做 要行 通通一直走路绕圈圈 就是在空间当中 你不能睡觉 那就是一天 七天一个周期 七天一个周期 然后这样 一直绕那个圈圈 不能睡觉 然后你去上厕所 出来衣服要换掉 你进入这个坛场 就是他修行的这个区域 通通要干净的 上厕所可能就有厕所的味道 还有吸菌带进 比那个防疫工作还要殊胜 不要想说修行 怎样怎样 都自己想一头 他那个 华华三妹就进来 那个衣服就换掉了 然后进来不能坐 睡觉怎么办 站着睡 怎样 还说晚上睡不着 睡喔 那晚上睡不着 我都说 你做得不累吗 你做累一点 你就睡得哭哭叫 真的 那个就没得睡 那没得睡 他那个有的 比较激烈一点 他这边弄一个绳子 当然不是紧的 松的 你要睡 他就这样整个屋子的周围 就是有那个 类似竹杆 那个绳子就 上面绑着 下面绑着 你要打瞌睡 那就一动一下 就醒来了 睡不着 没有办法让你睡 这样七七十九 你要这样念了 从一天开始 各位有没有一天没睡着的 没得睡的 很少嘛 都一天没睡 隔天赶快 白天就补眠 让他不要睡 他这个就是精神修行 有各种法门 看因人而异 所以我们 这边就是介绍 他们的传记 至于修行的法门 有兴趣的 你去找各个三头法门去修 好 那我是一直秉承做个快乐的修行人 不要变成那个什么 两家销售 然后气色不佳 这样叫修行 未必 23月最后一行 思想体系博大今生的天台中 那目前 刚刚讲 各个宗派 通称 有八个宗派 目前比较兴盛的净土宗跟禅宗 目前在我们台湾 那天台也是有人研究 刚刚讲这个 小英法师他也是天台 但是毕竟就变成少众 比较少的 好 最后一行下面 五十八教 五重悬翼 一念三千 信聚善恶 六其佛等重要佛教的 一礼名称 都出于天台中 这个就不再解释 再解释可能又要花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就影响 对后面的主持大德的介绍 所以就这样子带过 那楼下有那个简单的佛学词典 他们这么厚 可以去楼下 简单的佛学词典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 希望知道一点 就很简单的佛学 这些名称至少都查得到 那也有更厚的更多的 你如果有 现在那个网路要查 Google、YouTube都是很方便 都可以查得到 不像以前 我们都是紫本 那那个佛学词典 是我的课外读物 随时都在翻 这个就时代不同 你们就可以 要寻找什么都很方便 好 二十四月第二段 陈后祖智德三年 他四十八岁 应陈后祖七次 你看 这个皇帝也很有善根 前使招请 出天台山 再度到金陵红化 有七次请他去红法 隋文帝开访九年 隋灭成 司率众 避难于庐山 所以庐山真面目 因为庐山为什么要避那边 因为会藏得很隐秘啊 所以就跑到那边躲了啦 我们现在要躲 可能阳明山也可以躲啊 那个阳明山 向山 这个有点 躲避的地方 其实也不一定躲 你平常走一走 三三三嘛 一个礼拜有三天 每次超过三个小 三十分钟的运动量 看是散步 拉筋 都要做一些运动 打坐很久 脚也会麻嘛 对不对 拉拉筋 久坐看电脑 看什么的 也是对身体 叫瘀啊 坐在那边 有瘀在那边 有时候起来要动一动 深深懒腰 喝喝水 这个对养生 其实是有帮助的 刚刚讲那个心情 众生的痛苦 烦恼 就是烦恼太多 烦恼这个 烦恼那个 因为众生叫友情啊 有没有的友情 情感太丰富 那情感太丰富 是要做规划 而不是烦恼 不是把时间用来烦恼 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哎呦我好烦恼 问题要不要解决 还在烦恼 所以这个事情 我要怎么处理 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所有的事情都毆趴 你看 通通处理的 非常好 这样才叫做 活得尊严 你一天到晚烦恼 事情可以解决 没有办法去 人家烦恼 听到一次你来诉苦 是啊是啊不容易 第二次 我还有别的事 第三次管急 第四四个就把你除名了 所以不要讲那些负面 我现在不是说 刚刚你们周在于讲什么 我是说 要 有计划 当然大家有什么 事情互相互通有无 这个观念经验 讲是对的 找一个人聊聊谈谈是对的 但是不要一直在那边 只是纠结那件事情怎么办 而没有去进化处理 好第四行 共振佛教 以化世人 师 54岁 复因 晋亡阳广 后来的隋阳帝 离请到扬州 送菩萨界 你看这些 好像在历史上 没有名声很好的皇帝 也请他去收集 其实人都有善根的 只是死起坏来 那要他死坏 也是有死坏的因缘 晋亡对师赞叹说 大师传佛法登 移称智者 所以此后人家就用智者大师来尊称他 那为了报答师恩 专程到南越恒山 为会师法师 因为他曾经在那边住十年 起见庄严的法士 有人称佛士 就是一个纪念的一个仪式 开访十二年 师归故土荆州 为报答出生地之恩 移荆州当阳县 御泉山见世 以前要见也容易 我们现在要见个地方 有甲种见地 乙种见地 丙种见地 修签什么地 很多规定 你弄到来 头发都白了 所以不容易 所以违章的比较多 开访十七年 他四集天台山 移书晋王杨广约 天下一处非常之好 请赐剑一切然 不见见世 我明目为恨 你看 你不要给我盖个道场 我师父明目 就这样子 为了一百户 所以阳广不负师命 叫皇帝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钱的人不一定要出利 出利的不一定有钱 但是你说皇帝 说钱有钱 说利有利 就改了 所以第二行 完成樊叉 樊就是清净的意思 叉就是道场 所以清净的道场 叫樊叉 得新竹 出名天台式 后来又称为国庆式 是这样子 所以为天台中的主帝 因为皇帝要盖 不能漏气 对不对 要盖好一点 刚讲说寺庙的盖 很多土地的限制 还有建筑物的外形 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翘起来 屋檐要翘起来 所以那时候 因为我也有参与佛教的行政法规什么的 然后这个有的要盖道场 他说你这个要什么地 什么地底 然后那个建筑物要怎样的造型 佛教的佛教的造型 反正你们宗教的 佛教跟道教的 差不多要有个那个 屋檐要翘起来 所以有一个人就气了 那就圆塞饭店最像 对不对 圆塞饭店就有 那古典的建筑 你现在建筑谁去弄那个 那个叫特别加工 弄成 你的建筑物是平的 你还要特别加工 这种大楼又统统不行 所以弄积金味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叫国清室 成为天台中的主庭 也对中国佛教所做的巨大贡献 造势三十六所 所以以前方便 以他的名气 大藏经十五藏 可能就我们讲几刷几刷 可能有十五刷的 用这样来解读 亲手渡身一万四千人 这个很好 照 粘坛金铜树画像八十万区 这个比较难理解 粘坛就是木头 金铜又是金属 树画又是画像 到底是什么 这个可能要现场看比较清楚 八十万区 那这样 有这样的材料 可以 应该是很庄严 我们佛教不讲漂亮 这佛像长得好漂亮 这个寺物长得很漂亮 都不讲漂亮 讲庄严 这个佛像很庄严 这个寺物印得很庄严 这个寺物更庄严 形容词 不能说很漂亮 讲的也没关系 其实这个就是人 他对一个事物的一个赞叹 好 那传地址三十二人 就是真正有接他的法 度就是说成就 让他这么多人出家 然后来亲近他 跟他学习的 就是陆式地址的 有三十二人 也不错 那像佛陀有十大弟子 就是有十个 真正对在佛学上 修行上非常有心得的 就十大弟子 就这样的由来 得法自行不可称述 就是对他的法相应的 照他的法门去修行 那就多到就不可数了 所以就被尊为东土小世家 然后面就是作者他参考的书目 这个很多 27页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玄上大师 国之魁宝 然后万事甚深 那是很辛苦的 那27页后面这首记子 就是 把他的形容非常的透唇 敬送良旗唐代间 就是这么多的朝代这样子 高僧求法离长安 那时候的金城 大部分都设在长安 去 那因为那个佛经传到中国 有的不齐全 有的人辣掉 漏掉一些内容 有的翻译不齐全 有的漏掉 有的人 就 不是很完美 所以就很多 这些高僧达德 想再回到印度去 把这个原来的经典 完整的经典再请回来 叫做西方求经 叫做西方求经 那弦壮大师呢 是其中之一 而且 发挥的心血跟时间很多 所以就有人为他写这一首记子 去人成百归无始 去的 很多 算百的 可是回来 算不到十个人 后者焉之前者难 你们这边后面生的 只知道怎么知道前面人 人要把那个经典请回来 还要翻译是多么的辛苦 路远避天 为冷节 沙盒遮日立 皮丹 那就是说非常的遥远 各位去过沙漠吗 那要经过沙漠 我去过沙漠 那个 就是通通是沙 那不是绘画 那个沙漠就是 很高 我们走的是平地 摊上就是山丘 通通一望无边际 所以他那个要骆驼带路 还有 当然你要罗盘坠 所以你一去东西南北分不清楚 因为那个风 这个山丘 晚上风一吹 这边平了 变这边堆起来 那你又隔天 又变这边吹平了 到那边 所以到底是东西南北 你会搞不清楚 我们去那个敦煌 然后就回去看 只有个月牙泉 就像月亮 像个一颗牙齿这样 月牙泉 看有没有我们教室这么 两倍吧 可能这栋大楼那个长度 就这样一个 一个水弯而已 所以用水是很辛苦的 哪像我们说 要刷个牙 那个水龙头也不关 你这杯子已经盛满了 然后弄东西 用水都不爱心 去那边一杯水 都慢慢喝 你去到那边 没得 说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很困难 东西都很贵 尤其是水是最贵 那我们都不珍惜 东西也不珍惜 吃了也不珍惜 用了也不珍惜 这个你到那个环境 就有一个 二三十年 第一次去菲律宾 他回来就超省了 以前都买名牌买东西都买整包的 西开头的那家超商去买 Costco 大包小包的这样债 听说都很便宜 虽然要连费但是 缴连费但是他东西很便宜 这样买 这样吃 这样丢 去到那边 那个香烟是买一根的 就像我们那个年代 那个什么糖 棒棒糖 金甘糖 只能买两颗 卫生纸是买一块钱一叠 我们小时候是这样 六七十年前 那个卫生纸很粗 很粗的 然后买一块钱这样 很粗糙的 就有点像银座一样 变得比较油脆 以前的卫生纸 后来才发明了这种 卫生纸 以前是很粗的 像银座一种 很粗的 薄一点点 那一次只能买一块 所以他去菲律宾 那小孩子都跟他脱光光的 不给他穿衣服 然后就跟观光客要钱 他回来说 我们这样偷贼 实在是不应该顺服报 所以他回来就很顺 所以要不要出国观光 要 你看回来就变这么神 没什么东西好买 早期我们去对岸 也没什么东西好买 我刚刚讲的二三四年 我们都反而东西送他 那你去运渡也是 都是很可怜的 你哪会买东西 不会啊 现在是 那就不一样了 包括印度也是很进步了 那最后一行他就是说 那个沙漠 那个环境 然后没水喝 你要煮饭也没得煮 你就吃干粮 干粮 我真的去那个敦房有带干粮 我们台湾不是有那外神的饼吗 很硬啊 这么小一个很硬的那个 我那个牙齿要不错了 那个他们那边的人就是把它剥一块一块放在豆浆里面这样吃的 所以我真的有带几块去 叫狼还是什么 狼 所以就还真的很贤慧的带去 所以真的口粮对 还有饼干啊 好 28页 后贤若不安失之 往往将金容易看 所以刚刚讲 你要送什么金 没空 你要吃什么重 不喜欢 记不得 那以前的人是这样辛苦的带回来 从唐义进三藏法师 所以他也是精通三藏 去入南海至印度 从南海过去 25年 经过三十几古才回到洛阳 各位25年 就是我们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他去走这一趟 那一般人25年就是赚钱嘛 所作的这首诗 我们不难体会到古代高僧大德 经历九始一生 刚刚讲有粮食还可以吃 你还会碰到野兽耶 还会碰到毒蛇耶 还会碰到那种什么 很像那个什么 那叫痣还什么 就毒痣 他就会咬了 然后咬了就死了 就好像有点像蜥蜴 但是他那个鞋子鞋子 那个就是那个牙齿 就像那个毛 螃蟹那种夹子 一夹 或是你嘴巴一咬 他那个放毒液 一咬就死 所以不要说没得吃 没得喝 没得睡 那我们去那个地方 白天四十度 摄氏是晚上零下四十度 温差早晚八十度 所以我儿子去那个地方 没有出来 早晚出来一下下 都在晚点然后坐车 你看温差 我们温差五度十度就 人的身体就受不了 到四十度 那个叫南粥 南什么 对 那个很辛苦的 然后我们早期去 我知道民国七十九年还八十年 就是早期很早去 八十年三十几年了嘛 他们很好笑 你去出了车站 然后半夜嘛 他就我们坐那个卧铺 就是那个火车上有床跟睡 他还分硬铺还软铺 软铺比较软 还舒服 硬铺 那就 睡到好像骨头都酸痛 出来 可能我忘记了吃什么 忘了 只是出了那个车站 前面一大堆人 摆那个脸盆 他们脸盆还是铁的 然后一点点 一点堆水 譬如说这样是一个脸盆 然后他的水真的只有一公分而已 或两公分的水 然后一两条很脏很破的毛巾放旁边 还有漱口杯 还有那个牙刷已经东倒西歪了 那你要给他不知道几块钱 就可以在那边刷牙洗脸 他旁边还有热水瓶 就像一公分两公分的水 他旁边有热水再倒下去 继续洗 那时候不知道要给他多少钱的人民币 你就可以在他面前刷牙洗脸 很可爱 可是我们都想象不到的 所以我去到这种地方 印度也是 都是带旧的东西 然后就丢一丢 我告诉你丢了马上人家去捡 对不对 所以你就想象不到的 所以出国我都劝人家 不管你去哪个就要带 早期那个导游都这样 要带塑胶带 不然你这个东西 从上面放下去 从下面掉出来 所以就要带塑胶带 我到现在还在带塑胶带 结果有的时候 师姐说很好用 因为你是餐厅吃饭 有时候吃不了 你还叫人家打包 你又剩下那一点点 那个人家脸色不好看 你就自己包一包 因为我们舍不得丢掉 或是什么东西 剩下半块面包 或是要剩下一点 你叫人家包 就干脆自己包一包 结果有一个事情 超好用的 而且也是环保 你不要一天到晚跟人家要塑胶带 而且最好出门都带购物带 这个是爱惜地球 不是爱惜台湾 不是爱惜哪一个国家 爱惜地球 我们现在住在哪里 地球 你不爱他 等一下早早离开 地球早早离开我们 不是我们早早离开地球 应该是 但是爱惜他 可以 大家可以在这上面 生活久一点 这个是必要的 好 第28月第三行 经过三十几个国家 第四行的九十一生 传异佛经 流通法宝的艰辛 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 首屈一指的留学生 易景佳 就奔成春秋万古一盛生的玄奏大师 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他 就是真的很辛苦 你去到那边真的 你就会看得都掉眼泪 那怎么那么勇敢可以去 因为他的水宠去他都死光光 就剩下他 因为我们去都是跟团 不可能是我们 为什么去我们坐车也搞不懂 然后人心很负面 真的 很负面 因为 稀罕起道心 不是说他们怎样怎样 那就去那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要很小心 那你去一个国家 人家说那边扒手很多 凯旋门那个国家 我们就不要说了 他也是拿个什么东西 讲些一大堆英文 我们平常不是用这个 听不懂 他就再说一遍 旁边就把你剪掉 就把你东西就剪走了 有一个住对岸的 他好像去马来西亚 也是在机场就通通爬走 美金什么东西就是台币 他怎么放在一起是超危险的 他整包就被爬走 所以就在搭飞机回台湾 所以很 所以一定要有随身的那种 腰包什么的 然后东西不要放在同一个地方 你被爬的通通都没了 襪子可以长个200块 是不是说 真的 男生穿的襪子比较长 或是女生 真的你就要分两三个地方放 然后掏出来不要一大跌 我这美金这一点 这我们从小父母亲就要叫 你掏钱不要通通你的身上 所有钱就掏出来这些 你可能要放一点零钞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是千元大钞 你要500 100的放一两张 你要买这个东西拿出来就 你不要所有整个包包 好 人家去放进去 后面就有人跟着 现在那个扒手也不一定要用手 他有夹子就把你夹走了 你都神不知 鬼不觉 iPhone也不见了 有一个人 有一次还打电话 我连悠悠卡都不见了 我说 好吧 我身上有两张优惠的悠悠卡 就给他做 神了 一趟是这样 二十来 两趟就四十 不再那个钱 因为再买一张 我以前还没有做那个禁脑票 也是掉了好几张 不知道掉到谁家 没关系 反正人家拿去用 钱掉了没关系 人家也是拿去用 对不对 也不会拿去吃 可能要买东西吃 所以分散 分散 这好像投资要分散 出门经验 然后你如果出门有同伴 要小心靠近的人 小心靠近 互相关照 因为一前一后 走后面的可能就有人下手 所以后面的偶尔要回头 左右 前后 要那个次序要变动一下 真的 走前面不要走太快 要看后面有没有跟来 因为一走上了 超麻烦 这个都是出门的经验 那这个玄奘大师 我们介绍下一段 玄奘大师俗姓陈 然后呢 生于这个河南水温帝 年寿二年 年纪四寿六十三岁 然后有的另外一种说法 因为以前的历史记载不一定准确 所以有时候 你在研究这个人 通常有时候不准 差个几岁 像我研究究摩罗斯 我佛学研究所 写的是究摩罗斯 也是翻译经典 那个历史的记载 他好像差十岁 还是什么的 不重要 这是他的贡献 贡献 倒数第四行 是 施细出名门 为东汉太邱县令 陈 定的后代 德学并免 爱名如指 什么是 然后高主陈湛 神高主 这些人 倒数第二行下面 他的父亲叫陈慧 英诀 尤雅超 早通金树 心长八尺 美美明目 就长得 我们现在讲的叫高富帅 因为那个词 以前的词比较短 我们现在的词 就比较长 所以 现在不大可能 有到八尺 陈润 江陵县县令 随朝衰微后 集气观归云 膝下有四字 老妖 就是后日的玄长大师 不仅遗传了父亲的端颜仪表 你看他写端颜 就我刚刚讲庄颜 端颜 更继承了父亲 谈田淡高节的风骨 然后呢 那他幼小就很有素食的 跟慧根 充慧不群 充慧不群 充慧不群就是 很聪明 很有智慧 不群就是 讲白也不合群 有点苦癖 很聪明的人都有点自闭症 非雅正之书 不关 不是很 雅 就是很正当的 或是很正派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读书 读物不要 灰 盛者之风不息 那是因为玄长大师 有这样素食的慧根 那现在的小孩子 你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 他可能三转四转 手机不知道转到哪里去 你要看小心一点 电脑三转四转 不知道转到哪里去 十八岁时 父亲陈慧 坐以基策口寿孝金 孝金就是以前 四书五金 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读物 当父亲讲到真子必息时 他就赶快起来 枕金而起 恭敬的视力于其策 就讲到这里 然后他父亲就问 你干什么爬起来 他说 听到失命就立刻必息 我现在禀受庭讯 怎么可以安坐如故 枉顾礼数 这个就是佳教 他父亲都还没有讲 还没有教 只是在讲而已 他就马上知道 就是说有长辈在讲话 你最好在旁边 或是长官讲话 站一下 但是通常听到的画面是 什么啦 你讲什么啦 很吵啊你 就这样回应你 然后扁门关起来 你跟谁讲 时代不同 好 所以呢 师父亲文言大悦 欲知眼前这个妖人 必然成为大器 所以你的小孩如果不是玄奘大师 你就要耐心一点啊 好 十岁痛师辜负 十一岁随二兄长觉法师 他的二哥就已经出家 所以就跟他去净土士 十一岁就跟着去了啦 但是 我们说二十岁出家是可以受戒 但是你如果没有满二十岁还是可以出家 叫沙咪 所以沙咪啦 小师父是指那个未受戒的师父 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师父很年轻 但是人家已经满二十岁 你也叫人家小师父不行 还是叫师父 如果他还没有满二十岁 还没有去受戒 你就可以称小师父 但干脆从一见面就习惯 不要改来改去自己也累 你喊一个师父 喊师父、小师父 这没什么差 好 第五 倒数第五行下面 施以玉玉远绍如来 尽光以法玉玉 或当时负责度身的大理士士卿 正善果侵难 以前就是道场都有人在管理 就是政府会派官员去管理 而不是让你自己管理 所以派大理士卿 官卿就是有官的职称 是在家中 所以那时候你要出家 也要经过政府同意 不是说我要出家就出家 都是有管理 这也是好 不要当那个什么什么的 就是民间传了乱七八糟的 出家要五官端正 四肢齐全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 花育不全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 掰开什么什么 麻花的 不是那种去出家 都要五官端正 四肢取全 现在也是 只是说现在没有 特别要经过政府官员通过 但常规是这样 不要乱七八糟的 不正常的 精神不正常也去干什么 很麻烦 所以他十三岁的时候 就破例取为神 一般那时候规定要二十岁 但是他会 就口试嘛 通过 就随兄安住于洛阳净土室 李道君上座和尚为剃度师 好 和尚刚刚讲了 什么叫上座 出家满二十年叫上座 所以可以叫大和尚 所以我们比丘尼 满二十岁 不叫和尚 要加面后面加一个和尚尼 所以有些人打电话来 要找和尚尼 他就是找我了 你说那我觉得和尚尼 是谁人 所以这个是佛教的术语 当然因为就出家三十年了 以上了 所以和尚尼 上座 那你说有中座吗 有下座吗 其实没有啦 就是说特别一个尊称 他是经理人 前面加一个资深经理人 就这样不要资深了 然后他群习佛礼金益 直到十六岁水长满 没了 洛阳战乱 就跟他的哥哥离开洛阳 经过长安 之五谷 到了四川成都 四川我也去过了 所以讲到这些高神去的地方 都很熟悉 都去过他们的故乡 绕过 一路寻师法道 金勤不屑 二十岁时 施于成都搜 聚足见 继而 结下安居 研究力学 好 结下安居 也是佛教术语 就是佛陀的时代 每一年的四月十五号 到七月十五号 雨季下雨 所以出家人要结下安居 不要出门 不用去脱波 再加重把食物 拿到道场来 所以我们要去运渡参访 也是避开这个雨季 所以我以前去 好像都九月十月十一月 避开我们的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那时候下雨 到处都是水 而且他们的地方有的路不平 这边也积水 那边也积水 还小事 蚊虫 传染病 那个就很阿弥陀佛 就要小心了 当然都市也是很进步 可是有时候 那个道场建佛教的 这个古迹在偏僻的地方 就要小心 稍后 施沿长江而下 云游大江南北 参业佛门树老 足迹遍吉半个中国 那因为以前都是脚走路的 所以不容易 现在交通方便 所以就可以 我多勉励年轻人 你可以骑脚踏车 你可以坐区间车 或是买个摩托车 绕一绕走一走 现在不是蓝痕又通了吗 当然买不起重机 我们就去绕一绕 年轻人 那你年纪大了 你有开车什么的 都去走一走 不要说 你说哪里 像早期的欧巴桑去跟着里长 或是跟着旅游团去哪里 那边很热闹 那边不错 很好玩 花开的很大多 那里讲不出来 早期的 好 那么三十月第二段 二十六岁 以祸世门千里居的美称 不以成就致满 而就这样 虚怀弱骨 情学不倦 这很重要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没有你最厉害的 为了偷进情形于风 一探佛法的旧境 你看二十六岁在那时候 就有点年纪了 决志西行求法 以示纵意 因为刚刚讲 有些经典翻译不通畅 有的漏字漏这个漏那个 所以想去 贞观三年 就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念 从长安出发 长安是个古城 很古朴 很好 金甘肃秦州 你看 南州 梁州 这我刚刚就有讲的 经过八百里的戈壁大沙漠 哇 那个真是 满山遍野都是沙漠 他说了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事始故隐为夷 怎样 只有你的隐是陪着你 又说 世故茫难 夜则 妖离局火 晚上有 因为那边的人 因为没有那个指南针或是什么 都用走过了人的尸骨 还有野兽的尸骨做标志 大概再会成为一个默契 会登山的知道 你到一个地方 他有时候用个小布条 挂在那个树枝上 你就知道这条路是什么 那个是哪个单位曾经来过 他们就这样变了一个默契 烂若繁星 奏则金风涌沙 善食徐 虽亦如是 心无所谓 那个沙子吹来就像下雨一样 但是没有害怕 互渡过有千年居雪的丛林 还拔四千公尺 够高了吧 历尽千摩万难 施底印度 所以在那边前后十七年 你看二十六岁 十七年 四十三岁 而五年是在 那阿难陀寺 戒贤法寺那边 但是 我们去那阿难陀寺 已经真的很烂了 真会虚了 现在去都是看了非虚 施底印度期间 骗产善知识 情依上求活化 更不忘 随眼下化众生 曾作 空有恶中的会中论 也在那边有写作 另有破斥小胜谬论的破恶间论 就是他有会中论破恶间论 所以就在那边十七年 那五年的时间有著作 那三十一月第三行 中间 追师 从上面 追师佛陀当年有化的苦行 失臣读万卷书行万礼路 所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卷 万行礼路 也是一种给我们一个勉励 所以有时候是出去走走 不一定说我们是在玩 像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 也是跟我们出家这种去 办什么 佛妻还什么的 然后就有人说 哇好棒啊可以出口 我说你去 我那敲梦雨敲七天 敲到手抽筋 那你去啊 所以 有机会去利益众生跟众生结缘 所以出去不一定是定位在 玩 那这个可以啊 每一个人规划不一样 那我们去 真的都是弘法为主 也不是说通通没有玩 所以玩就是观光 这边看看参访 而不是说特地跑去那边干什么 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们不能那么容易 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我们就来下课 请合掌 这边说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勃及一切 勃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南无毕鲁瀑华 南无毕鲁真阿佛 南无毕鲁真阿佛 我们下课